禅师休息几十年 心念却被土地工轻易点破 问题出在哪儿 话说有一位禅师 是寺院的住持 一天晚上他打坐许久 呼声一念 苹果园里的果实快成熟了吧 这可是护持寺院的居士们 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 明天得去看一看 第二天禅师便来到苹果园 他见看护果园的居士们 把护员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且还准备了一些水果 蔬菜和食品来招待他 禅师感到奇怪 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 可他们好像一切都是有准备似的 禅师问护员的居士 你们怎么准备得这么丰盛 室内室外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居士回答道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徒弟公公给我托了一个梦 告诉我今天寺庙的住持要到这里 他让我好好准备一下 禅师 禅师听了此话 深深责备自己 老僧踏入佛门三十年 天天打坐修禅 可在打坐过程中动了心念 徒弟公公就知道了 如此境界 怎能出离三界 看来我的修行还很差 戒律守得不够赢 才入不了深禅定 真是惭愧呀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两点启示 一方面 戒生定 定生会 开敷了般若妙志 才能成就解脱 戒定会是三无漏学 是学佛成就解脱的必由之路 缺一不可 但仅靠打坐修禅 是不能生用的 只有延时戒律 老实修行 在此基础上 修习禅定 才能生出强盛的定力 进而开敷妙志 成就解脱 另一方面 这位禅师 面对土地公公 和居士们的敬重 没有沾沾自喜 而是升起警觉心 及时回光返照 这值得我们赞叹和学习 在学佛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不忘反省自己 依教奉行 才不会被功名利路所染 断除我法二职 步入成就解脱之路 撰稿吴学东 红珊瑚 编辑上福地